來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助理鄭君 歡迎收看國公幫忙 我是春鵬 秋文是老兵在買菜 春鵬 來 你剛剛介紹太快 我以為鄭靜一來了 秋文 你這個像什麼 像什麼 你這個像 比如說中校 上校 退伍以後 是 在家每一次 然後出門的時候就穿這樣 是吧 真的 很像 因為下面還是西裝筆挺的 上面又來個鴿子王 對 然後以為自己這樣 我的褲子如果不是這種 說的 更像 那不是叫更像 那就是 再加上你這個 滾領頭 這個滾領 你現在演什麼 很軍人 我現在演一個那個 詐騙集團那戲 是炸軍中的嗎 沒有 我是被吸收進詐騙集團 哦 光圖 新作品 老實人 找不到工作 什麼時候要上檔 上檔就不知道 電視劇嗎 電影 電影 影帝 來個金馬角 是不是 是 運轉手之戀 睽違十年之後 對 真是肥 對 可是 我們這個中間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 星山史 因為圈文那個 就是因為臉太黑 是 然後化妝之後呢 當然有懸她的 不自然 開脳 開脳 所以說你還是不要化妝 對 因為這樣呢 我跟你講 真的是為藝術犧牲 沒錯 導演為藝術犧牲 是 那既然你臉那麼黑 那我們就改名叫OA 真的 叫OA 對 戲的就叫OA 本來不叫OA 對 本來叫阿白 那我們今天言歸正傳 我們廣播要有愛心 是的 因為小弟目前在拍部這個大愛的連續劇 在這個劇中呢 接觸到一批這個身心障礙者 因為他們自力更生呢 成立了一個愛月書房 因為他們是 在他們發生重大車禍之前 或是事故之前 都像我們一樣 健健康康 都有正當的職業 可是發生事情以後呢 沒辦法正當工作 對 所以他們成立一個愛月書房 然後呢 希望我們全國的同胞 甚至全世界的這個人類 對 看到我們今天節目呢 能夠共襄盛舉 對 把家中 你覺得用不著的書 或是看過的書 賣給他們 他們一樣也是賣出去 或者是你也可以捐給他們 對 捐給他們 其實我跟你講 在這裡面有兩大重點 第一個 像這些身心常愛的朋友們 他們自力更生 對 他們不會怨天尤人 這是非常自動的 是像我們那個在講的 還有一個就是 節能減碳救地球 你看看地球現在多少災難 你看看 對 是不是 這個高緯度的地方都已經 三十幾度四十度了 還得了啊 你知道我是為什麼碰到他們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小時候不是去一個 那個啤酒屋 他在裡面是當酒吧 八天的小弟 他跑過來說 他一瘦一瘦過來叫我 他說 彭哥你記不記得 我就 我不記得 我就是那時候你們在拍軍教片啊 在一個酒吧當那個waiter啊 然後怎樣怎樣 我在小姐 我說你怎麼變這樣 他說他發生重大車禍 然後他能連自己的大小便 都不能自理 可是他遇到一個 很有愛心的女孩子 願意跟他攜手到老 然後呢 他們都是這一群的人 成立的愛樂說法 是 是 是 所以希望大家這個 有愛心的同胞們 幫助他們一把 好 聯絡電話 02-2811-17172 2811-7172 外縣是加控理喔 拿出你的愛心來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我們要講什麼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很簡單 有什麼事情說出來 兄弟挺你 好 那今天是哪位兄弟要 今天要講出來了呢 這個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學長 學長 童光榮先生 不敢不敢 今天有幸請到你 在自己的日記裡面 寫了很久了 其實我需要一份工作 是 因為找到一個生活的重心 其實我發生事情 其實蠻久的 他那時候打電話給我 好像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可是那時候你不是 還是有來上我們節目 你也可以講 忍住 那時候我還帶著孩子啊 那為什麼不講 我都忍著啊 只有沈住期啊 你講講我們搞不好 大家去做合適的喔對不對 這就是你 有事情不說出來 在老公面我們把你毒打一段 拿頭打破 自己流鼻血 搞他就算了 你這樣一弄 我們這一年 這樣嬉皮笑的臉 都覺得自己很慚愧 對啊 本來就更慚愧啊 放屁 我們是服務觀眾 對啊 怎麼可以為了你 對呀 遇到事情還戳你屁耶 真的 你什麼東西啊 家務事 家務事還是要說出來 對啊 對不對 還沒讓我們這些好同學 幫你解決嘛 對 其實 這給我們觀眾 是一個機會教育 其實有什麼事情 真的說出來 大家一起幫你想 對 不要自己悶在那邊 你寫日記學 我要去工作 其實我有透過身邊的朋友 誰 其實同學有幫我啊 嗯 然後只是一支 緣分沒有到吧 我那時候有啦 那時候就是因為這個拍戲 接觸的比較多 嗯 但是因為他之前啊 說實話啦 人也沒有外人 之前呢 電視機前面 因為他還來 都是我來的朋友 電視機前面 都是我們的朋友 對不對 那我們把你當朋友 你也不要亂想 對 他之前因為上一段婚姻 造成他形象不是很好 是 所以有一些電視台就覺得 先暫緩 對 就家具養鴿子就好 嗯 還玩茶壺 對 那以前啦 早年了 早前養魚嘛 我還去幫他養肉嘛 他這麼安靜 就快海外就說外景 小微麻煩一下 那幾號到幾號 到我家來 唉 魚啊 鴿子我都養貨啊 所以那時候之前這個 後來幫他這個聯絡 工作這個方面呢 就是因為一些製作單位 電視台 希望先暫緩 所以他造成他那時候 就真的暫緩下來 一直沒有機會 就沒有機會 那問題就是在那時候發生的 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 在之前就已經有點狀況了 你記得我有一次在錄國光幫 那時候還帶我女兒來 對 對 那時候其實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來錄影 帶女兒來 帶女兒來 對不對 然後 所以我以後去問你帶兩個女兒來 我們兩個就要下去了 大狀況 大狀況 對 然後當天就改成 然後當天就改成 有什麼事情說出來兄弟 我們挺你 看一下別人 不會不會 然後呢 然後後來就 其實那時候 通告節目一次很少 是 然後每年都在等待一個通告 就等待國光幫 但是基本上以你的狀況 對 不要這樣子 結果今年呢 奇怪怎麼過年的時候 奇怪怎麼今天國光沒有 然後就 沒有 今年一定有好不好 明年一定 今年啊 又過年快過年了 快過年了 又快過年了 現在都八月了 對啊 而且我更希望 今年如果有你的話 大狀況 賢康你一起來 對不對 那就圓滿 我們許個願嘛 好不好 結果我一直在努力在這一塊 然後去 之前有法院調解過 調解三次都沒有成功嘛 因為我還在挽救這個家庭 當然 當然 哪怕是有一絲的希望 那後來我也有請律師 那我找律師的目的 律師是男的女的 都是男生 都是男生 我找律師的目的 其實也不是為了 要去爭什麼東西 我只是在 希望去給這個孩子 給這個家 一個幸福美滿的家 有一個未來 一個幸福美滿的家 我說過 我在努力的這一塊 就算我付出 我去爭取了 如果沒有成就這件事情 我將來 給孩子的事 孩子 問我這件事情 我可以很正面的回答他 我也沒用 但是重點是其實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你當初有事的時候 為什麼不說出來 對啊 出了一種抒發 你敢開示一下學長 不是 我不敢說 你有沒有說出來過 你家裡是 我其實 因為他常說 我現在已經封口了 沒有 我覺得說出來其實很好 就是說 如果同學 大家互相幫忙一下 分擔嘛 分擔一下 把自己曾經走過這樣的路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搞不好 一些小事就 就沒事了 對 而且其實在演藝圈 我們國光的不算少 不少 對不對 一人出一張嘴 拉拔一下應該是OK的 我還有同學在酒店做事 OK的 真的 你在酒店做事 跟這有什麼關係 怎麼幫人家 沒有 彭光小時候為了打工 有去酒店當小弟 對不對 其實彭光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很努力 只是說有的時候 人家不了解他的時候 或者是你自己 最大的毛病就是你不講 譬如說 我們都沒有通 有沒有通告過的時間 大家都在做什麼 你沒有通告的日子 你在做什麼 帶孩子吧 帶孩子 就是說去年到現在 對 我孩子從生出來 去年 他現在三歲一個月嘛 他九十六年的 六月二十四號生了 嗯 然後就我一直帶 嗯 從他生下來 所以這幾年都是我在帶我的女兒 你一天花多少時間跟老婆講話 他下班以後吧 下班以後 你又講什麼呢 嗯 回來了吃飽還沒有 沒有沒有啊 家裡都一些瑣碎事情都是我在弄 不是你有沒有跟老婆溝通了解 花點時間在他身上 可能我太專注在孩子的身上 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你以前就是太專注什麼雞啊 魚啊什麼 鯨魚還會動 他有一天還查褲你知道 查褲啊查褲 告訴我明天是什麼天氣 對啊 無形街的時候 奇怪怎麼沒有 小巨人出來 對他查褲之後 單邊是亮的你知道 院子摩那邊 對啊 因為你這樣會不會造成 這個女孩子她有點不爽 比如說你以前 有可能啦 那是之前嘛 OK 那你現在又一天到晚弄小孩 你會不會大家覺得 那怎麼樣 我現在就是幫你生完小孩 我就不重要了嘛 會不會有給人家這種感 你自己講會不會有這種感 應該應該多少會 是不是 因為常常會 那個焦點都在孩子身上 嗯 這個也是可能也是自己的 因緣的關係 我很相信這個 因為之前沒有嘛 那又很渴望 結果一直都沒有 苦無機會得到一個孩子 嗯 那當我有的時候 我特別的珍惜他 以前很小心 嗯 可是你珍惜了小孩 大約來了 問題就來了 對不對 所以那那段時間 你都是純帶小孩 沒有任何的戲劇通告 嗯 戲劇一直都沒有 也有去push過 也就像剛剛講 嗯 然後被換掉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換掉 然後本來要去接要去演 欸 怎麼又沒有了 對 然後台語的戲 我也都 背好台詞而已 最近有沒有在練台語 台語最近 我都在那個 七國沒有在 中永和 後來中永和跟人說台語 你現在 我跟你講 台語不用講 一定要練的 對 你要再練一個客家話 對啊 客家 客家需要 客家一哥 戲劇 現在沒有人 鞍牆啊 鞍牆啊 鞍牆是什麼 香腸嗎 鞍牆啊 鞍牆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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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常務員 小妹鞍牆 對啊 小妹鞍牆 你看 小妹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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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步的意思 真的啊 擺很酷你知道嗎 你知道因為他哈拉不過我們 他就擺褲 每天都這樣 可是我覺得他那個除了擺褲之外 他是真的跳舞跳得很棒 很厲害啊 人家是國立主學舞蹈戲 空中連山剪啊 你會不會 誰會啊 芭蕾啊 你手這麼難回 現在可以連山剪嗎 坐在裡面可以啊 你會 不是學長 你那時候怎麼會 你跳舞跳得這麼久對不對 你怎麼會突然轉到戲劇去 人生記憶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來拍戲啊 因為第一次看演戲 我就 我還懷疑嘛 那不是舞蹈科學校嘛 他演戲喔 小威 而且一路一直演耶這樣 而且還演CC 對啊 那怎麼辦呢 好角色的大家都挑光了嘛 那你為了生存的話 你什麼角色都要演啊 沒錯 身段要放下來 對不對 可是你成績很好耶 對啊 你演得很好笑 開玩笑 你那種角色沒有第二個人能演 真的 所以我們學會 我在想大概沒有人會 演戲啊 那我們學會就奇怪啊 對不對 怎麼這幾年都是舞蹈科在演戲啊 奇怪喔 邝明杰也舞蹈科 對 對不對 陳惟安 對啊 陳廷嘛 舞蹈科的 說你 我 我怎麼要不成立自己的舞蹈科 每一日常都說你 他跟你講成績 你變變蜜了 你看他把他變蜜了 好笑 好笑 你叫我一下 算了 不是 學校你那時候進國王校之前有學過舞嗎 欸 欸 可是我對他印象很深 他每次都穿舞蹈服那一大包的 真的 沒有 那是軒的 塞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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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講嘛 我們陳廷喔 因為在學校 我們是哈拉掛的 是 他是走另外一掛的 而且他是認真的 對 身材很好 而且他每天走出來那個胸都很挺 對啊 他都要這樣走路這樣 好像都在舞蹈這樣 很頂很頂很頂 他都琴那種喜歡悶騷的男生的那種女生 全部琴過來 然後他開始選 對 其實我記得我們那時候還有一種 我還記得 我都記得 還有一種是吉他型的有沒有 誰啊 那個誰啊 我們剛剛有吉他 彈吉他的 誰啊 高輝君 高輝君喝酒 他這是生融型的吧 哇塞 人家沒有遇過這種學長的 你要不要喝水藥 喝下去生融 他還給我裝在那什麼 蘋果西打 高粱 沒有他是蘋果西打 我跟他兩個在那邊坐 坐那個 坐你們第二盞嘛 坐坐坐 我好可笑 我有 來 喔 蘋果西打 拿點乖打口 然後這樣 暈眩的 他是很屌 那時候我們四年級去拍那個 我還記得拍一部電影叫少女阿星 少女阿星 男主角是李志祺 志祺 然後我們一個夜外景 在現在的 內湖四騎重畫區 就是我們三里附近那塊地 那時候是冰江 冰江都是 空的 空的 就是那個河邊的草啊 蘆尾然後養豬的 然後呢 我們收工了就是要坐他的車去 我現在住在養豬的地方 你不知道以前都沒有人住 那個河道還是彎的 對 他是後來節彎曲直才變成這樣 然後呢 大碗班 大夜班要拍到天亮 那裴軍是我們同班的 然後孫鳳你等我一下 我去買個飲料 欸 又還提個一首 我說這一首是什麼 六瓶森榮 哎唷 我說 同學這樣好嗎 他媽現在還早啊 現在才四點多 我們夜戲最快開工 八點 我們喝一喝睡覺醒來剛好 很了 我說欸 對齁 好 我們兩個就走了 然後一袋滷菜 六瓶森榮到現場找一個位置 因為現場他們燈光組下午就去了嘛 然後車一停就開始在車上搬 搬搬搬搬搬兩個睡著 然後就爬不起來 被人家踹起來啊 然後吐著全面都在車上 然後那位 那位那位都越來 你們他媽要喝人家 我們這麼開過 然後你看 算了 大家收工吧 兩個居住 喝到第二天 然後他回家 第二天 對 好可憐 那我找粉仔 他請到你們算倒楣啊 那個戲就沒辦法開了 那個戲打賣 真的還假的 送你阿新啊 那個時候賣的 問題你們又不是阿新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是不是騎掉的還得了 真的 那下面拍完就掛了 該硬化喔 我們現在還是回頭講的 OKOK來 他很悶 不是要挺我嗎 你講這些幹嘛 OK 那你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對啊 繼續努力 努力當然是應該的 我們先問 真的 今天開誠不公講 對 你跟你老婆之間 你覺得到底什麼問題 自己努力不夠吧 付出不夠 這個太籠統了 太籠統了 對啊 你是 不舉還是什麼 比如說你是 你是回家太忽略他呢 這個也是一個部分 還是說你自己太進入 自己的世界呢 可能 可能 忽略他也有啦 然後 自己的工作也沒有盡心盡力 因為他一直希望我在演藝圈好好發展 是 那可是他是圈外的人嘛 他對我們 對對對 也是有了解 也沒有了解 不了解 對 那我也有去 去透過朋友去找經紀人 然後也有自己去拜訪過 我之前自己也跑去大陸過 找那個道龍 對我自己還要跑去過 可是一直苦無機會 對 那 其實我身段也一直有放下來啦 那可是我也不明白 可能也是自己的問題 讓人家一直沒有辦法去伸出那隻手 邀請你 那也是自己做的不夠努力吧 沒有啦 其實這幾年 我們演藝圈本來就不太景氣 是啊 在戲劇方面來講 有的時候是剛好那個開名 對啊 自己台語又講的不是那麼的利益 因為真多周少嘛 對 在播戲劇的就那幾台 然後你台語呢 又講不過人家 266 而且像以前我們那時候 拍那個花系列的時候 很多這樣的戲 可是現在都被韓劇 現在幾乎都沒有了 都韓劇取代了 要不然就是拍偶像劇 那我們可能又嫌太年紀大了一點 不是 現在大部分都本土戲嘛 那你偶像劇你演爸爸 演那個可能也不太適合 也有限 主要是 講話 你會不會講 會不會講 口條 而且你現在演爸爸又不夠爸爸 對啊 不夠老 不是不夠老 他裡面演的那種 都很老的嗎 也不是很老題嗎 看起來 一般是老的對不對 五十幾歲還是不像 其實這也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一個問題 不是只有你 我們現在是不上不下的年紀 其實也是有一些盲點 也是有一些疑慮啦 我覺得可能你那時候是因為 缺乏溝通 因為你太太已經不是我們這個圈子了 然後你那時候又走不出來一條路 然後呢你又沒辦法講 又要帶小孩 對不對 還有信仰 信仰是一個精神寄託 對 不是你的救命單 你不能說什麼事情 就說不行 我祷告你 我拜個拜 我請你們祈禱一下 那個是心靈的寄託 但是你不能把這個當成就是說 好像唯一啊 你不能每一次跟人家講 你講到宗教 當然啦 我這個姻緣什麼的 我的原因 可是如果說 你提到這個宗教的部分 我不能說 那個是什麼 但是這個宗教它真的在徹底改變我風光龍 其實你看像宋一鳴就很好 他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可是他會 平常我看他在私底下會講 可是對他來講那是動力 那是生活 就是我一定要講 我們活出那個生命 把它用在現實生活裡面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藝人 我不是牧師 那你都是用什麼動力 來原諒你老婆在節目上亂講 搞了半天亂講 我有真的耶 我也以為是分類 我也以為是他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真假 你最清楚 其實我跟你講 太太出道我們也 對我跟屈東 也是一種學習 為什麼 因為是他們變不是我們變 以前呢 我們是他的天 現在呢 他們也有他們的天 你知道嗎 變成我們也要調適 對那你們是怎麼溝通的 其實這點 我這樣講 建議一下 不管我這樣講 我其實以我自己本身的例子來講 就是我是很愛工作的人 以前我對孩子 對太太不太管 那特別是 孩子生理後 我們有很大的衝突 然後我也是因為這樣 接觸到信仰 可是信仰改變我的觀念是 要活出不同的生活 就是要用愛 去包容所有的問題 比如說 我做我太太 我要對我太太好 可是我要做到她的心上 她也不需要這塊東西 比如說 她搞不好很在乎的是 我跟她吃一頓飯 真的 搞不好她已經有存款一千萬 你送她十萬 她不在乎呢 送我錢 或者是她要我回去的是 抱抱她 比如我們拍戲很累 回到家 我還抱著動她嗎 可是呢 而且她的抱法 就說 回到家呢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去抱她 去親她 跟她講一點 她想聽的話 可是以前我不會做這個動作 可是呢 真的人到失去的時候 她那時候也是離家住 帶了孩子走啊 我才覺得 哎呦 不對 事件嚴重 對 那我就要改變我的邏輯 跟跟她相處的方式 那你那時候遇到這個事情 有講出來嗎 我沒有講 我跑去教會 那也算講出來啊 我算講 沒有 我跟牧師講 跟我弟弟講 然後弟弟就帶我去教授 牧師給你去找 沒有 牧師幫我輔導 他告訴我怎麼做 然後呢 他就告訴我 這些觀念 我就因為這樣想法 我改變 然後我就跟太太相處 方式改變 改變之後呢 他就改變 其實我們不要要求別人變 我們自己先變 我們變了 我們都是覺得是別人的不對 其實真正不對的是我們自己 當我們改變的時候 他就變了 孩子也變了 當時就是找到你太太 直接跟她說是你的錯 不是 我先跟她道歉 道歉 然後寫悔過書 悔過書 事實是 有沒有歸算買 是沒有 到底發生什麼事 要寫悔過書 沒有就是 叫她滾進去 你火頭上 火頭上 企劃要當真 搞清楚 我賺錢 我養家 你什麼玩意 你出去 你知道就是生氣亂講 你跟他這樣講 很罷你 你以為領過來了 然後他走了以後 我就傳絕疑給他 你告訴我 你要走走 把錢給我留下來 你知道在傳統絕疑 還罵就對了 對罵 後來開始 從憤怒到 就威掉 就訓掉 然後開始覺得自己不對 但是還是覺得 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你就尋求醫治 尋求幫助 那到教會 不是光牧師 有一群弟兄姐妹 就是他們會告訴我們 他們的經驗 來分享 那不見得每個事 適合我們 但是 参考 参考 然後他就是跟你講 就是說 你都不用講別的 就是愛 你就去愛他 OK 那你們家裡 譬如說每個家庭 都有家庭問題 對 不一樣 當家裡發生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 性生活的次數 渣風大浪 誰沒遇過 兄弟們別怕 別被講 我當初接台語系的時候 我接台語系的時候 其實我接到那小時 第三組講 我第一場戲 跟孫蒙 不算忙 好的問題 那是還未婚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婚姻就是很幸福 很幸福 是 因為已經最糟糕的在前面了 最糟糕的是 就在十年前 你看你們大家都出來拍戲 我以為跳舞會有出席嘛 有啊 大學沒出席啊 有啊 大學生耶 對啊 社會大學才是重要的 學歷不是 不要說沒出席 出入比較 比較窄吧 對比較窄一點 實際一點 收入會比較少一點 是 是 但 錢當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是你要維持一個 家庭的正常發展 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對 每個作為老公的 總之希望家裡生活越來越好 富裕 是 那比如說像 假設以我同學的角度 在看風光龍好了 它現在所呈現都是一個結果 那是來不及的 因為一定都是 每一個事情都是種了一個 種子進去 後來它長成大西瓜 它發現已經來不及的時候 有時候是滿遺憾的 是可能沒辦法挽回的 那除非你要挽回去 現在趕快種一些對的種子 然後長成這樣 然後把以前那個切掉 倒臉 對 你如果有辦法 你想要挽回這個 除非你活得很好 對 活出自信 你過得非常好 讓你的另一半 看到你的 跟你的小孩知道說 跟著你是有未來的 他一定會回來 所以我不要威掉 我應該講 其實生命的改變其實很重要 不要威掉 而且自己活出自信 跟健康 平常一般 就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男生在這個工作領域上 其實沒有一個不想要努力的 但是演藝圈 其實跟我們的機會是有限的 是 這個是如果說我們另外一半 不是我們這行是很難了解的 對 所以你當初就遇到這個瓶頸 然後沒有好好的溝通 所以變成他對你誤解越來越深 我其實不是不想拍戲 我很熱愛我的這個工作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一直沒有機會去接到 然後就一直 可能也是自己當初也得了大頭症 希望演更好的戲 希望接到好的劇本 也希望酬勞 太低了 太低了 可能就可能就 差五千或怎麼樣 就不一樣 差五千你就不遠了 不是因為當初那個機會 美金啊 其實當初大家的機會是均等的 我可以被講到 我當初接台語系的時候 我接台語系的時候 其實我接到那角是第三主角 我第一檔戲跟孫萌演 他是年輕的男主角 我是第三主角 可是我也不覺得我比孫萌 可是我那時候台語真的比他差 差很多 我是完全不會講那種 跟屈中文跟小康 我那時候是跟這個 我們藝民對戲 我一直覺得 行不行 俄羅斯話講得不錯 但是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接了 其實我感謝 感謝維林 就是他那時候鼓勵我叫我接 我那時候 我現在回頭看真的是恩典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 怎麼叫我演第四主角 搞什麼東西呢 但是我那時候就像講 我是俄羅斯語言 而且我為了接那個台語系 自己講什麼都不知道 不是我一進棚 我連機器在哪裡 我完全不知道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演 然後我拜託導演 你拜一個字都不要改 因為你只要改一個字 我全部都背不掉 我是死亂 對 你知道嗎 就是硬個頭皮 可是那是過程 其實我有去演過大特 台語的 大特約 一集八千塊 幾年前 那時候已經結婚了 大特約怎麼可能有那麼多八千塊 他那個也不算大特 反正就是一個很小一小的角色 有幾個酬勞 對八千塊 然後他一個半小時 零八千 還扣稅 我也去演啊 那時候我老婆快生之前我去演 你最高酬勞的時候 戲劇酬勞是多少錢 一個小時 四五萬吧 四五萬吧 我記得我們在讀 而且是很多年前的 高四的時候 那時候光發 那時候很大啊 還有更早之前 我們兩個拍了一個 去大陸 排式的豔陽片 對對那我 他是男主角 我是演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對 請問這個角色是什麼 女角我也 不知道什麼名字 我只知道我的戲名字叫鵝蛋 你是男配就對了 也不算 不算男配 不算 你知道嗎 那是什麼呢 就是跟在他旁邊混的 女三 女三是什麼 女 女三 女三好 不理哦 他那時候其實是 我們台灣最看好的小生 接班人 對啊 在那時候 那時候男主角是 你嗎 我不算男主角 那男主角是迷 男主角 是那個啊 打翻了 親到人家流血那個是嗎 馬錦高 是不是 那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應該說 你是年輕裡面的男主角啦 對對對 我有時候翻照片 還看到以前我們拍電影 那時候還看到 看到藝鳴 我們在拍電影 那時候拍電影 不是你們出來都算是正派的 像我們都出來 就是演反派的嘛 欸你還不錯 還演反派 我還沒得演啊 不是你無稿的啊 不是 我們就要出林環營了有沒有 對不對 厲害 對啊 是不是 所以你後來 因為這個 工作方面 跟老婆之間 就是因為工作開始 工作 個性也是可能 就是講話比較直 個性 對 你講話太直 個性很直 你對老同學老朋友沒有關係 你對這個 不了解你小時候的人 不能這樣講話 其實我們都沒有 一句話說得人家跳 一句話說得人家跳 你自己選擇 對啊 那個古語說嘛 真的 這我也 這些年來轉變很大 所以在那個時候 去年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有正面衝突嗎 有沒有吵過這樣 其實都是我被 你被幹掉 我跟你講那一定是累積很 累積的 而且我覺得應該是他忍無可忍 爆發 對啊 要不然你們怎麼會結婚 一定是先愛嘛 來到最後他忍不住了 像學長家很屌 學長家肢體語言就結束了 真的 抱在一起 抱在一起 然後抱個十幾分鐘 大家累了就結束了 有一個方式我覺得電梯前面的男性朋友 你可以試看看 就是當太太一不高興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過去直接抱他 你都不要講 就直接 就一抱 對 那個自己人一出來的時候 他本來很生氣的時候 你抱住他 不要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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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啊 所有財產都給你 那會 請說會不會請自家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這樣 不會 不會 有的老婆會 我一直想問孫彭 你怎麼讀孫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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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哪一次 你是說哪一次 你現在換你要孫彭嗎 哪一次 不是我同學 只是很好的示範啊 對 我有很多次婚姻危機耶 不是 你要問哪一次 隨便你講一個低潮的時候 你怎麼樣讀 因為你記不記得 我反問你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也碰到第一次的婚姻危機 你也碰到孩子被帶走嘛 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外面吃麵 我跟你碰麵 我還勸你 然後之後突然電話響 轉去看孩子 從那次之後你生命開始轉了嘛 又可以去看孩子 那個時候跟我講 你也很久沒有看到你的孩子了 然後聊聊 還在那邊也是掉眼淚嘛 很難受嘛 我記得很清楚 可是如果我能夠看得到 人家感性的 好啦 真的 我那時候對啦 對啦 然後咧 後來看到你 因為我在 之後在攝影棚錄影 碰到迪音帶著你的兒子 然後我一直跟你兒子玩 所以我知道你兒子的狀況 也知道迪音的事情 那時候我還跟迪音講 我說我同學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不要為了孩子 去忽略到孩子的那個部分 大人的自私 會造成孩子未來的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不幸 那也跟迪音聊過這個事情 他又碰到你 那我這個也是 我與你們聊 那時候你的婚姻是幸福的 沒有 那時候我已經跟馬姊離婚了 但是你是成平靜的狀態 對 我已經 那時候是我遇到問題 對 你遇到問題 對 那我就 後來看到你能夠又復合 其實我是很感恩 所以說那一次吃麵的那一攤 之後你看到孫彤是越來越好 對 他越來越好 我剛加麵店的阿里 想吃 對啊 那加麵店的阿里 那個新一計畫區那邊 新一計畫區 現在新一計畫區 所有開麵店都爽到 你要講清楚啊 婚姻有危機的 都去吃碗麵 可能就過了 新一計畫區 沒有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事實上是遇到問題 而且問題已經發生了 已經做了一個解決 那那個解決呢 我覺得那個是我 最低潮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說 從我長大到三十幾歲結婚 然後拆掉離婚 然後剩下一個人的時候 然後我明明知道老婆 跟孩子在哪裡 我卻不能去 又不能看嘛 很痛苦 其實那個我 那時候我覺得 我可能跟新一位 你怎麼度過 我是覺得那時候 我是往好的地方想 我說我最壞不過如此 對 不會再壞了 對 不會再壞了 對 我谷底就是 我現在看不到小孩 我現在婚姻失敗 但是呢 我還有未來啊 我如果說我現在不努力 我就沒有未來 對 可是那時候 如果你接不到戲呢 如果你沒有節目上的 不是 期待吧 你不要想負面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為什麼一直期待要 你對 你一直期待負面的 正面積極的思考取代負面 而且不見得一定拍戲 其實很多有錢人 他不見得拍戲一樣 兄弟講的是一切 幫你覺得不會害你喔 我這次發生這個事情 其實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所得到的是 很多的鼓勵 很多的情勢 對 很多的真心的關係 沒有人嘲笑你 一人給他一個建議好不好 外觀 好 變鼻子 他鼻子打 他要變啊 你知道嗎 你現在這個外型 去租一台兵士 你騙是多少女人 這個 這是建議 就是你的外在是很屌的 你有沒有後悔今天來 對不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有一個 比你條件好的地方是 我會台語 我還持續有在接戲 所以我的工作 其實是沒有斷掉的 只是我那時候 最大的壓力是 我沒有辦法跟這個 外面的人或是媒體 去講我心裡的事情 我最難過的是那個東西 但是最事業來講 我一直在努力 因為我覺得 我只要好好演戲 好好工作 然後呢 對這個家 還抱著一絲希望 可能還有機會 我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也是 告訴我自己啊 不可以放棄 要像孫鹏一樣 你現在要訓練 萬一真的再沒通告怎麼辦 所以我放下生斷 所以我放下生斷 所以他現在就去做房仲嘛 對 其實房仲 其實你要用心做 會很有發展 是 他又衰 最近他這個房子 這個就是有 打房再打房 對就是大家 不是打房 現在價錢很高 賣的人要賣那麼高 買的人不願意出那麼高 對 所以你成交量變少 對 你就是剛好度到這個啊 但是我跟你講你要去 一直去經營這些人脈 對 等到好的時候 你就開始豐收 就像小薇講的 你先種這些籽 對 去經營嘛 你只要基本生活可以過 對不對 慢慢經營 等到房事好的時候 你就削暴了 不過我這一次 以後我們叫馮大方 我這次發生這個事情 對 其實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所得到的是 很多的鼓勵 對 很多的值得 很多的關心 對 很多人真心的關心 不會 沒有人在嘲笑你 對 不會 不會這樣 聽到很多的鼓勵啦 很多的鼓勵 讓他叫我加油 你這樣想最差不過如此 就像剛剛孫鳳講 會越來越棒 越來越好 其實我們也都住 一定會很好 那我跟你講就是 你現在不是 那個購物台要找你去嗎 對 然後也有場上找我代言 那你先去美容 對 去了沒有 美容 要開始 先上課 我們藝人給他一個建議好不好 外觀 好 墊鼻子 他鼻子這麼大 還要墊 眼睛來了 不是 因為每一個購物專家 賣的好的 哪一個鼻子可以墊 對 墊鼻子 墊兩根 他在墊 雙鼻 雙鼻 他在墊真的俄羅斯人 開玩笑 我鼻子很好啊 對啦 我是開玩笑的 開玩笑 我是建議你換一副眼鏡 你的眼鏡太沉重了 你現在戴起來 是不是很沉重 沉重 他整個 揮掉了 對 這樣很好啊 你眼鏡很好看啊 今天我們三個你還沒來 我們在化妝間來聊 人家廠商 電視購物不是說你多厲害 是廠商喜歡你你才有 對 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讓廠商覺得你很有親和力 而不是給人家有距離的感覺 你不要戴眼鏡啦 你真的不要戴眼鏡 我穿我都看不到 對 不是 真的 在這時候我們堆成這樣 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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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 他像說我 我們是很承受的 不好意思 我們是一心為彭光榮好 他也是很努力 對 那你給彭光榮有什麼建議 當然我學弟啦 就是 不敢給學長建議啦 那我就覺得說困難大家都有遇到過 你知道嗎 低潮啊 瓶頸啊等等 那我就覺得有時候就是要放開你的心胸 很多事情不要太 太執著去鑽牛角尖 我覺得把它打開 不要把自己框起來 對 我覺得把它打開 從零開始多好 沒有負擔耶 對 你不能太進入你自己的世界 對 可是我可捨不掉那一段情 我的孩子 不是叫你把那段情放掉 誰叫你把孩子割掉 你瘋了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回來 對啊 因為你現在已經預設立場 他不會回來 我覺得你先把自己那個穩固做好 你知道 想說這麼簡單你還聽不懂 堆一下 堆一下 沒有 沒有 算了 不是啦 你應該把當下顧好 對 以後再說啦 遇到一個事情就把這個事情做好 對 每次遇到一個事情就把事情做好 對啊 你現在每天這樣我要去工作的時候 怎麼辦他不回來 那你工作也做不好 那更不回來 那你 有志則是進程 真的 把這個老婆小孩當成一個動力 真的真的 你以後是房地產大夯啊 對啊 不行 老的都要靠你啊 不行 真的 我跟你講 不是跟陳平掉嗎 講到這個我對你有個期許 希望你蓋個屌的安養院 你看我們這些 國王幫了以後需要幫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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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我就不相信選不到你了 真的 還要遇到嗎 還要誰 下個月就來了 對不對 看什麼 家庭失敗的家庭失敗 酒喝多的喝多 然後變神經病的神經病 國王安養院 麻煩你 對 就選定一樣事情就是堅持到底了 用時間去累積自己的經驗啊 財富啊 人脈啊 對啊 就這樣吧 其實你沒有倒下啊 你還是長得帥帥的啊 你也沒有發胖 你也沒有什麼缺手缺腳 對不對 你是OK的啊 你知道嗎 你現在這個外型 去租一台賓士 你騙騙死多少女人啊 全部 這是建議啊 出現了 我是 我是舉例啊 就是說你的外戴是很屌的 你有沒有換我今天來的 好像沒什麼幫助 不是 我還在打官司好不好 不是 我們是比方啦 你這麼 外型這麼好 對不對 看不出來四十幾歲 對不對 像一鳴講的 我們自己變了他就變了 對 對 那假設現在這樣了 是我的選手就不打官司 因為小孩是誰生的 兩人一起生的 不重要 這不重要 所以我剛剛有講 我打官司的目的是在 希望爭取到這個家庭 能夠幸福美麗 但是 因為你只要扯到這個夫妻兩人 就會有攻擊的嫌疑 對 那如果你確定這個小孩 在媽媽那裡 可以過得更好 為什麼不 你了解嗎 你先把你現在的事情過好了 時間到了 他會回來啊 依頸隆 對啊 對啊 就像我那時候離婚啊 對啊 我也覺得說 他跟著迪欣應該會比跟著我好 就像小薇講的 如果你認定這個母親 是真的他的母親 親生母親 那你要放心 你先釋出善意 對不對 幾年後 搞不好又復合了 不要爭啦 而且幾年後 你真的是搞不好真的是家財萬貫 現在做生意 你一個機會來就翻身了 沒有 重點是你 你現在就是算讓你真到小孩過來好了 你可以打電信頭 確定你的小孩 可以過到他想要過的生活嗎 對 你懂嗎 而且你要照顧小孩 你要工作哪可能 你一拍戲小孩怎麼辦 帶著 每個人都愛小孩嘛 痛苦的 但你要確定他要過好的生活 我跟你講帶小孩去片場 小孩很痛苦 因為我小時候做過童心 我跟你講那個片場去到最後真的會 你聞到那個 其實攝影孔有種味道 對 燈光也好 布景也好 你聞到那個味道你就覺得討厭 真的 所以不要把小孩帶到片場去 他很痛苦你知道嗎 一切順其自然 對 但是周上是要堅持 對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不是說不講話也不用跪的 我關你 我關我的建議是 其實是我就 由內在 其實我有幫你私底下 祷告就是 但是我知道你跟我是不一樣性 但是我真的心裡講一句話就是 我們用信心來取代恐懼 我們用愛來包容所有的一切的不完美 因為只有這個字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因為律法 用這些法律來 對羅功堂 我覺得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因為孩子是無辜的 孩子需要一個爸爸 也需要一個媽媽 共同建立一個這樣的家庭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生命的改變跟成長 會讓別人看到 如果我們的改變 他可以感受得到 我覺得這婚姻可以 重新再來過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都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工作上的事情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相信 你會好 聖經上有句話 你相信得到 你相信可以成功 你就會成功 但是呢 你不要有負面的思考 就像剛剛孫鋒講 你用正面積極來取代這些東西 你每天面對的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你自己告訴你自己是OK的 就是OK的 當太太也是要多給先生 當我們事業遇到平均 太太要多點 尤其是演藝圈的工作 要多點讚美跟鼓勵 而且我們要講 這個演藝圈很現實 很現實 沒有就沒有 要回頭來 你不要說 我看你以前什麼花系列 多厲害多厲害 那是以前的事 我覺得購物頻道有幾個很厲害 第一個 那個獨秒的時間 好 現在那個滿線 只有二十秒 二十秒 二十秒 怎麼樣 你整個 電話 其實我沒有要買 你電話拿 我沒有要買嗎 我幹什麼 最早很厲害 情緒會跟著走 怎麼樣 你怎麼樣 要不要 最低價好不好 我們再來五個 不要不要你走 你看那個琴峰有沒有 他在賣那個保養的 然後被好像就是 他那段戲很精彩 我不知道是戲還是真的 他很精彩 然後他那個 購物頻道那個 那個主播就是要跟人家道歉 他就跟很多 跟他買過的道歉 為什麼 因為之前買了譬如說是八千 但今天買是兩千 對啊 琴峰就一直道歉 對不起 琴峰還是琴峰 琴峰 被火燒的是誰 琴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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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練了嗎 還沒有 還在學習在體會 還在上課就對了 剛剛講到琴瑋 琴瑋也是要學習的一個目標 你看他當年被火燒之後 對 他完全從哪裡站起來 他從廣播 你知道他的那個什麼Fancy有多少 他最後還在廣播上面得獎 他現在多帥啊 比他以前帥 真的啊 所以琴瑋真的是一個韌性很強 他身價 身價無數億 他身價真的很高 無數億 厲害吧 他幹嘛變成無數億 不是他就努力啊 從零開始 他那個騷傷之後 他多可憐 他一個人躺在床上 比你還慘啊 他沒有通告耶 對啊 他覺得他完了 他因為他外型也沒有 對 頭髮也剃掉什麼什麼 你還有外型 他那個整個 你看琴瑋那時候 剛進綜藝多紅啊 對啊 我就覺得說他一定大眾耶 我那時候跟他跑綜藝 常常碰到他 是不是 我自己知道我失去了一樣東西 他叫自信心 信心 信心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信心 對 好像被什麼東西給拿走 但是我相信我努力 我會把它再找回來 其實你是牽掛了 你現在整個心都牽掛在家庭兒女上面 對 我覺得應該把這個東西喔 把它放到自己心裡面 對 你出來的東西應該是動力 動力讓你去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會事半功倍 現在既然機會來了 大家都願意給你機會 你就好好把握 好不好 那 至於這個家庭結局啊 近人是聽天命 好不好 只要你這個有心 老天爺不會虧待你 好不好 那最近有一個那個 哥哥的選拔你也去嘛 哥哥是什麼 又又台 哥哥 不行 他是演員啊 哥哥 我常常看那個節目啊 陪我女兒一起看那個節目 對啊 反正不然 怎麼樣 你要努力 對 以後遇到任何問題說出來 跟我們這些同學說 我們幫不了你 給你一些建議 好不好 好 等一下我們最後 大家齊身歡呼 對 鳳翁加油 特殊美女秀才藝 精采絕倫超有趣 高高高高高 我可以吃掉一百盎司的牛排 一百盎司多少 一百盎司很大耶 跟整頭一樣大啊 你今天幾歲 二十喔 二十 聽說有中藥關係 你知道他耶 多厲害嗎 他可以穿很緊的衣服 然後他比 他塞好幾瓶補酒不進去 然後衣服都沒有成分